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漁護署下午確認 在上水逃房有一隻豬隻的標本 驗出有非洲豬瘟的病毒 我剛才馬上召開一個跨部門的會議 與漁護署、食環署、食安中心一起開 我們也商討一些應對的工作和日後的跟進 為了盡快減低非洲豬瘟病毒傳播到逃房以外的風險 上水逃房的所有豬隻都會被銷毀 並且進行全面的清洗和消毒 上水逃房也會在今晚起暫停運作 直至消毒的工作完成為止 我們也預計新鮮豬肉的供應 在未來一段日子會減少 但由於全灣逃房其實是不受影響 以及會如常運作 市場仍然會有少量的活豬供應 我要再次重申 非洲豬瘟是不全人 因此也不會構成食物安全的風險 而豬肉煮熟後是可以食用的 我們也會加強豬隻檢驗的工作 目前我們會檢驗有非洲豬瘟病徵的一些豬隻 日後會加強檢驗其他的豬隻 現在我請漁護署的同事 講一講化驗結果的詳情 這個樣本就是在5月2日 在逃房送給我們大龍獸醫法驗所的一個樣本 現時我們對於懷疑有非洲豬瘟的個案 我們都會將這個樣本送到我們大龍獸醫法驗所 做非洲豬瘟的測試 一般是4至5小時 就可以有一個初步的結果 這個樣本其實放在我們大龍獸醫法驗所 是一個儲存的樣本 我們平時因為我們大龍獸醫法驗所 要保持一個國際認證的需要 所以我們不定時都會在一些儲存的樣本 而那些樣本通常都不會是一些有我們懷疑的個案 我們在這些儲存的樣本 我們定時做一些測試去保持我們的認證 就在這個樣本裏面 我們發現到有一個非洲豬瘟病毒的陽性的反應 想問一下豬瘟是在哪個的豬場 香港是屬於哪個散發的 經什麼方法進來 什麼時候進入香港 或者我初步說兩句同事可以補充 這個豬瘟是從廣東省 站江的一個豬場是進來的 可能是食安中心可以講一講 其實它是什麼時候來到的那些問題 至於這個豬瘟是什麼時候來到的 我們現在還在調查中的 也是因應這個今次的結果 也是一個初步的調查結果 我們要進一步就是調查一下 看看這個源頭在哪裏 究竟是在公廣場那裏已經感染了 還是來到香港才感染呢 我們都要上代進一步調查 請問一下 剛才剛才說 5月2號的疫情已經發育 4至5個小時可以搞定 為何會到5月10號現在才公佈 第二個就是究竟現在上水桃河銷毀的豬瘟 數量有多少隻 清潔預計有多少人 是 請問一下 可能我要再補充一次 其實那個樣本是由一個 5月2號的樣本的 但是這個樣本當時收集的時候 它沒有一個是懷疑非洲豬瘟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一個樣本是收集了 擺在那裏 當我們需要做這個 我們要保持我們那個 實驗室那個國際認證的時候 我們會定期在我們儲存了的樣本那裏 我們會拿一些樣本出來 做我們那個測試那個認證的 所以我們是今天做那個測試的 但你都會沒有懷疑的 那時在那些情況 我決定那個藥溫很壞 到現在看到有問題 是不是請教授出了問題 要不要怎樣說 我正在這裏 正一下 現在現時在逃房 我們有一個監察的系統 如果那些豬隻入到逃房之後 我們的獸醫會看看它的情況 如果是出現這個病徵 懷疑是非洲豬瘟 我們是會拿樣本去漁護處化驗的 那自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我們總共拿了92個樣本 這些都是懷疑非洲豬瘟的樣本 那在逃房也都有一些情況 就是我們在逃宰過程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豬有沒有問題 那這一隻豬呢 在逃宰之前是沒有一個症狀呢 是懷疑是非洲豬瘟的 但是逃宰之後呢 衛生督察呢 看到一隻豬是有問題 那這隻豬就已經是不可以供應的市場 那我們的獸醫在檢查之後呢 就懷疑它有一些不明的病症 就拿了樣本去漁護處化驗 在當時那些症狀是沒有 就是獸醫檢查了之後呢 是沒有懷疑到是非洲豬瘟的 所以去驗的時候呢 就不是當一個非洲豬瘟的樣本來化驗 但是呢就剛才 何秀醫已經說了就是 因應他們的需要呢 他後來就化驗 作出一個非洲豬瘟的化驗 請你介紹給我們這個情況 什麼測試要防止病症的症狀? 會否停止水果的飲品從遺棄的地方? 我會說幾句話 所以要防止病症狀的症狀 對於防止病症狀的症狀 所以在訪問中的病症狀 所以我們要防止病症狀 疾病症狀的症狀 在這裡的病症狀 都會被殺到 在這裡的病症狀 都會被殺到 所以要防止病症狀 the supply will be reduced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as a chun one slaughterhouse is not affected and will operate as normal so there will still be a limited supply of live pigs available to the market so we would repeat that asf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human and hence posing no food safety risk so well cooked pork is safe for consumption finally so we will enhance the surveillance and also testing of pigs and currently we collect samples from pigs with asf symptoms for testing and in the future we will step up the sampling of other pigs for testing 是可以請賀醫生講一講但是我們現在暫時在漁護處他們驗出的非洲豬瘟病毒 是只有這個樣本 這些如果這些豬脊是感染了非洲豬瘟的話是有一個潛伏期的 一般潛伏期就是由四天開始 如果在早期的時候我們如果是臨床的症狀是未必會表示出來的 可能就要化驗才知道 我們在5月2號之後都在逃房拿了那些樣本去化驗 那些化驗結果都是陰性的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發現有其他豬脊瘟病毒 你驗了幾多個豬脊瘟病毒 有四個樣本之後 現在病豬的情況是仍然是一個途廠 還有現在整個途廠有幾隻豬是以消為重數可以說的 是 現在這個 剛才我們講的 是驗到是有非洲豬瘟病毒的這隻豬已經是消毀了 但是現在 現時 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大概是有6000隻左右的豬 是在上水逃房的 這些都是會全部消毀的 5月2號提交的樣本的加息消毀 是不是代表其實病毒的豬脊已經流出了市面 還有其實剛才有說過有進行的第一次檢測 是不是就是第一次檢測出了錯 所以導致現在才發現非洲豬瘟的樣本存在 剛才已經多次說了 5月2號的樣本其實是交了去御護署那裏 驗一些一般食安中心的獸醫 他覺得需要驗的一些病的情況 而今天他們驗的時候 就確認了是有非洲豬瘟的一個病毒 所以現在我們就公佈了 但那一批的豬脊如何處理 那一批的豬脊是否已經流出了市面 本身有病毒 那一批的豬 請問何醫生可以說 其實剛才解釋了 這隻豬在檢疫的時候 是沒有發現有這個症狀的 是屠宰之後 是發現有些異常的情況 但是受醫檢查之後 都不覺得是非洲豬瘟的 所以拿了樣本去發現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要求檢查非洲豬瘟的 那這個情況就可能有很多原因的 可能是一個潛伏期的豬 未發病 或者是早期的症狀輕微 那這個我們現在就 再一步調查就做不到 因為豬已經燒毀了 但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們在逃房 那些豬脊 屠宰前 或者屠宰後 都經過檢疫 檢疫的過程 是沒有發現有其他豬 那些豬是受影響的 那剛才說 就是5月2日之後 我們拿了四個樣本去發炎 那四個樣本 都是 那些豬是有問題的 亦都是拿去驗非洲豬瘟 結果都是陰性的 所以我們是 暫時沒有證據說 除了這個豬之外 其他豬隻有沒有受影響 內地的豬場 是否會停止公港 即內地的豬場 會停止公港 會停到何時 那當然是整個廣東省 還是那個豬場會停 是 我們其實 一向來講 是跟內地有一個 既定的一個機制 的一個做法 如果是有 非洲豬瘟的牆 是不會來豬來香港的 當然現在我們發現了這個牆 它是不會有豬來香港的 我想剛才都是重申一點 就是說 其實這些 我們現在是對於非洲豬瘟 這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就是預防它去感染到其他的豬隻 在我們香港的農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之前 大家都知道 我們自從有了內地 和世界上都爆發了 非洲豬瘟 其實漁護處和食環處 其實都是做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在逃房 包括在本地的農場 進入口的口岸等等 這些其實都做了一些防疫的措施 就是希望 不要這個病毒傳入香港的豬場 這是一個很主要的目的 而非洲豬瘟的病毒 第一是不會傳人 第二是沒有一個食物安全的風險 為什麼不殺傷的 可以說那隻豬是幾時到的 就是基本資料 那隻豬幾時到 和抽取樣本的過程是怎樣 和日常內還有沒有其他 有多少隻豬 和是否取樣本的時候 那隻豬已經殺了 和可以解釋多一點 是否之前說 非洲豬瘟已經蔓延緊 是否已經做足了這個預防措施 為何不早把本地的豬 和內地的豬分開 有沒有做這個考慮 請請何醫生說 剛才你問的那些問題 是 基本資料 剛才我說這隻豬 其實這隻豬已經是上了屠宰線 因為在屠宰前的檢疫 我們沒有發現到這隻豬是有異常的 是在屠宰線 屠宰之後 衛生督察發覺這隻豬有問題 接著就是獸醫再去檢查 都是覺得有問題 但沒有懷疑到非洲豬瘟 而取了樣本 就拿去漁護處 去發現一下究竟這隻豬是有什麼病的 所以為何那時候沒有特別 就是用最快速度去檢查這個非洲豬瘟 就是這個 我想問一下其實衛生督察 和手醫是覺得那隻病豬有什麼問題 它是有些症狀 就是不適合人類食用 什麼症狀 這裏詳細的可能我們遲些提供給大家 總之是衛生督察他在檢查的時候 是發現豬有些不正常的情況 主要見到是臨巴結 有些腫大 有龍的情況 就不是說一個情況 就是一個非洲豬瘟的情況 那獸醫都看過 都覺得未必是非洲豬瘟 所以非洲豬瘟 他們覺得的可能性是低 但是由於這隻豬有問題 所以他們都拿了樣本 就拿去漁護處化驗 看看就是那個病因是什麼 是否同一批豬 已經突出市場 就是現在同一批的豬 就是現在全部都已經吃肉了 這些豬是 這批豬是5月2日的 一般在逃場的豬 只會在逃場漏洋一兩天 所以同一批的豬已經是 都被淘汰了 推出市場 是 或者我也想 不好意思 在這位記者問之前 我想回答這位記者 他問政府有沒有 有些什麼措施 自從我們知道世界和國內都有非洲豬瘟爆發 其實我想我們在較早前 其實之前都有曾經說過 我們其實第一就是密切監察世界和內地的非洲豬瘟疫情 也是提高警覺和盡快落實相關的 我們一些預防的措施 包括在各個層面 例如在養豬場 口岸 逃房 他們的生物安全的措施 以及加強監察 所以在這幾方面 其實都做了不同的功夫去監察 現在 一直以來 到今天 未來 其實都會繼續這些措施 以及監察 想再問一下 石鑊先生 如果其他問題抽樣 你說有四個養盤 那些主席是否本身 都會有瘟瘟結合同的問題 還是其他問題 都是有其他問題的 未必一定一樣的 暫時手頭沒有這個資料 想問一下 你剛才提到 就說 發現那隻病豬 是有徵作癌症 就是瘟瘟結的問題 但最後那個豬 其實孤瘟瘟的事件 不是不是 這隻豬已經是燒毀的 要準備燒毀的豬 但準備燒毀 我們都想調查病因 所以就拿了洋盆去發 這隻豬已經是 衛生督察看完之後 已經覺得是不適宜食用 局長 想問一下 現在有幾多隻豬 供應的數量 大概有幾多 以及會 逃場會停止 逃場豬隻 大概多久 那個供應和價格 會受到很大影響 是 現在呢 我們大約 那個數目 在現在 上水逃房 大概有6000隻豬 這個都會在 今晚 我們會盡快去燒毀 還有 那個逃房 都會是關閉去做清洗的 至於每天的豬的供應 或者請我們 食環處 說一下 魚上水逃房的供應 在接下來這幾天 就會停止 還有市面上 還有全灣逃房 可以提供少量鮮肉 另外市面上 也會有冰鮮肉 或者冬毒去供應 我想問一下 今次的 殺了這6000隻 嘗水逃房 是否回歸二零手指 最大規模的殺豬 應該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其他逃房 有沒有來自 同樣是來自 斬剛甚至 一個豬場的豬 而你們剛剛說 全灣逃房 應該是不受影響 不受影響 是因為暫時未發現病生 還是你們同樣做的 這個測試才發生什麼問題 我想一路的測試 都是有做的 就是說我們對於 無論是 全灣逃房 或者是 上水逃房 其實都會監察 那些豬 有沒有一些 非洲豬瘟的病徵 如果有的話 其實一方面要去驗 另外一方面 都不會令到它 流出市面 當然接下來 正如我剛才所說 都會加強 所有 有任何病徵的豬 都會驗埋非洲豬瘟 的病毒 這裏我想補充一下 請何醫生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這個懷疑有問題的豬場 在過去幾個禮拜 我們翻查紀錄 是沒有供應活豬 給全灣逃房 只是供應上水逃房 局長 想問一下 會否考慮是停止 整個廣東省的豬籍供應 是 現在 其實我們和國內 都是有一個 大家有一個既定的機制 如果國內 它有一些豬場 是有非洲豬瘟 其實它會停止供應香港 所以 和 當時 被被困難 時 避免感受到 復衛独 當時 maybe 痴 可 說 背後 被發現 被發現 被抓到 渡脾豬場 OK. The infected pig was actually sampled on the 2nd of May this year. And as mentioned by the Secretary, we have implemented, you know, additional measures against ASF in the past year or so. So we have enhanced awareness and also we have liaised with our China counterparts, the mainland counterparts, to enhance surveillance and ensure the pigs they export to Hong Kong are free of ASF. Denshi在潛伏期和未發病的時候, 是否都會將它那個G1傳給其他主席? 如果到這麼前才發現,是否其實檢疫那裏出現了流氧? 何醫生可以解釋一下? 這裏我想可以解釋一下,首意可以補充 剛才說過,非洲G1都有潛伏期,潛伏期一般由4天開始 而我們在香港的豬如果去到逃房,一般一兩天就會逃載 就算它在逃房感染了非洲G1,其實是沒有足夠時間發病的 所以在逃房感染非洲G1,然後引起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或是賺了多少個公港的豬場? 擔不擔心攝氏的豬場已經感染了其他豬場的豬場? 這一方面,其實我剛才說的就是一個初步的結果 我們已經通知了海關總署 海關總署也會立刻展開調查 他們會調查一下公港的豬場的情況 以及在周邊的地方有沒有受影響 但有多少個? 我們暫時,手頭沒有這個字 國長想問,本地出現了假的HPV 疫苗 政府答案什麼時候採取這個難度? 其實這個衛生署已經是展開了調查的 還有一條 你們想問一下,你們會燒毀6000隻豬 其實會不會作出任何的賠償? 會的,這個我們會… 炳麗可以說一下 我們會以市價來賠償 謝謝大家 好,謝謝